回到第二節 宿閣時報 剛才maiu又說了一些故事 大家娶娶一下 搞好一點的氣氛 更正確一點 接下來的環節 都會由黑暗走回去光明 我們說說NST 說說NST NST真的好表演 說我都忘記了 今天星期去打 怎樣呢 今天星期 我連很多的表演 我都要特意去看 譬如那個 新日本的Tag 2 我開始了 我又要看 還有那個柴田對Chris Timo 對呀 你傳給我很好看的那一場 是不是很好看 所以其實 觀眾都是那句 如果你真的已經開始 好像對WWE的東西 被他激傷也好 或者什麼都好 你試一下看其他 是的 你真的找到的 你可以去我們《雙國時報》 你找回我 我或者Rick 你問我們 如果你真的 如果你真的有時間 我們不介意 inbox 發一些渠道給你 作為一個 私底下去看看 有時候我覺得我們也要做這些事情 因為你經常叫別人 訂閱 有可能別人想試看看 行不行 其實我有一些片源 可以讓你們試看 一些比賽 如果你真的有興趣 你 inbox我 或者是Rick 是的 我們一定會幫到你的 就是你想 喂 我真的不想看WWE 其他什麼RH PWG Lucian Underground 或者我們剛才說的英國的 Buruza Progress 我們找到這些資源 為什麼我們會看這麼多這些 因為我們去找 如果我們找到這些 我們當然不可以公開 因為有些可能不是正式渠道 但是你真的想看 我也想幫你們 因為當初我自己對於WWE 已經沒有興趣的時候 其實我還是要自己去找 當然那時候也有些人幫了我 我現在也希望幫回別人 當你覺得想了解多一點 你找我們 inbox我們 你問我們就可以 我們會發表我給你 這個故事 我講到口臭 就是03-04年的時候 我對WWE 是很失望的 那段期間 就找到新日本 然後新日本就是 令我可以繼續 我的wrestling life 真的 現在對WWE 失望的 我們就有去回別的渠道 其實最近很多show 我都還沒看 Revolution Pro 你設定第二晚 Global War那一場 我只是看最後兩場 前面那些都還沒看 然後ICW 那一場 即是有Fim Ballard出現那一場 我都還沒看 那個我也嘗試找渠道看 然後另外 那個ICW 是不是愛爾蘭的 那個好像是 但是我聽說 都很聰明 你那些團體都中了過萬 你會瘋了 是啊 所以很好的 所以 早前Nichro 私底下跟我們說 你英國是不是開始 是不是已經去到黃金期 還沒到 我會說 在暴入 是暴入到黃金期 但是正式去到黃金期 還沒到 不如我們下次找一次去英國看看出國 啊 又不成為一個好想的 你那邊飛去英國 接近那邊飛去日本 我不知道 現在沒有做過研究 還有看看機票 最重要是現在英鎊跌 現在英鎊跌 就希望他維持在這個水平 不要等我大約一兩年 你要計算你也要計算一兩年後 要去英國 就是儲錢 那到期時 希望他可以保持在這個水平 就不用像我這次去日本 說你大佬 雖然最近日元跌 但是我們加完都攬炒的時間 我的預算是比上年多了200元 是要 是的 200元加紙 不是說港幣 加紙200元 你等同於一千元 說一句 先等一等 什麼事 我媽媽突然亂入 不好意思 言歸正傳說回NXT NXT 她的takeover有五場match OK 就長一場都是good以來的 那多晚我有幾驚訝的 OK 她開頭就說是show out 但是原來你只有12000元 12000元 12000元她當作是show out 第二晚你上回Series 你感覺是不是她本身的位置 沒有全開了 我懷疑她有些位置沒有全開了 即西面是她們放黑鏡頭的位置 我是明顯看到那個位置是空了一格 空了一段 就是少了那一段 那我就不清楚 譬如第二晚你survival series 和RAW 那一段 究竟那一段 究竟會不會開放還是怎樣 但是我後來知道的就是 她是慢 她是慢的就當是show out OK 然後當晚 幾好玩的一些match 譬如你有第一場 你Barbie Root對著Tie Dillinger 那是什麼 是的 Barbie Root對著Tie Dillinger這場 其實都是中規中矩的美式出國比賽 是的 但是其實你現在是尷尬的 因為 你Barbie Root就應該要繼續上去 但是看看時間的問題 但問題是她的年紀真的大了 即是執行都快要四十多 那她應該就不會去到Mick Oster了 但是你繼續捱過的話 你又要等著她 什麼事件 可能我們稍後都會說 那個恩怨去到玩到埋單 你才知道Bobby Root上去 那你短期內她又有些什麼人打呢 那你 其實她的打擊 是不是現在完結了這場之後 她下一場就是 Dallas 不是Dallas sorry Texas 就是那個聖安東尼奧 就是那個Wall Rumble 是不是打了那一場 就是這場之後就是那一場 中間不會再有另一場 中間就不會再有什麼 但是以我所知 好像她大阪那一場 都會有直播 好像說 這麼棒 是啊 即是那一場是 中一和Samojo的rematch 之前我聽說是CageMash 但是我剛剛今早早 我看到那個宣傳 就不是那一回事 就不是CageMash 就是I don't know 有人報錯了給我 即是Samojo那場 是啊 應該有可能有人報錯了 就是I don't know 因為我聽說是CageMash 現在我看到那個宣傳 它沒有寫是CageMash 那I don't know 我就拿那個宣傳 做王道 OK 我暫時先相信那個 Official宣傳 那就 但是說回這一場 這一場Tie Dallas 對著Barbie Root 就造就了一個新興的潮流 不停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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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即任何現在 你數的東西 全部都聽聽聽聽 你隨時會 screw up 那個 Referee的Count 我 我深信 這個trend 就等同於 當年Daniel Bryan的Yes 一樣 開始就會流傳下去 那現在就是在等 你Tie Dallinger 什麼時候 上Main Roster 但是你也約了 Yes Chan 其實 因為你 Daniel Bryan不打 他只是做這個 所謂的 General Manager 但是 你得到這些 也是看得很快 尤其是很多 潮流都做出來的 你看Fandango 那個音樂 多熱 現在就是做這些 那些 那些 Feed Me More 其實要做的 都做到的 但是 有時候 我經常覺得 就好像演員 那樣 紅部電影 就不像人 明白嗎 你是做到那個 那個反應 但是 你那個人 是不是真的 令公司覺得你 真是Hit 我不知道 但是 他覺得Goldberg Hit 就不覺得你Tie Dallinger Hit 但是 你沒有辦法 你一定要承認 你Tie Dallinger現在是真的Hit 所以你一定要 你怎麼說也好 你一定要把他放在Main Roster 試一試 這個 還有他都說了十幾年了 大哥 是不是 我真的不知道 你現在有多少個 上了NFT 還是有得玩的 對 我知道 除了 Android 你那個 那個Level Apollo 那些全部 不知道他在哪裡 你現在的Alpha 不是 American Alpha 都開始越來越 Less Over 越來越Dub了 對 我不知道 但是 理論上他應該要上去 但是 歷史上 現在教訓 歷史上教識我們 你一上去 就是新來的墳墓 那 這個 Tie Dallinger 不如你上去吧 什麼 不要上去就好 唉 唉 好矛盾的 這件事 這個先不說 那 Arthurs of Pain 就對著 TM61 OK 這一場 已經 我都覺得 good match 但是這一場 就一定是 整晚裡面最差 那一場 我不算Dart match Dart match 那些不是Dart match 那些叫TV Taping TV Taping 有兩場 那兩場 TV Taping 有一場是更加差的 但是我才不算Dart match 女子 嘩 垃圾到呢 那一場 所以你說 那女子 組別 你沒有了華明 真是修皮 對 喇 Emble Moon不用說的 OK Live Morgan 我覺得 還可以 他合格的 OK 他另外那個partner 就 死了 我忘了他另外那個partner 叫什麼名 OK 呃 那個 都 那個 反正沒有什麼表現 都看不到 那麼多的東西 所以我可以算吧 但是 另外一邊 那些 BDK 跟著 哎呀那個 呃 Pedro Hoyes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 我也忘了他叫什麼名字 OK BDK 再不行 就是 我看到BDK 這條女子 我馬上想起一件事 就是 應該 將這條女子 扔過去給玲目 實 扭啊 鎖啊 教你怎樣 去Selling 所有東西 哇 我看到他上面一棵木 這樣 簡直是 完全沒有反應 OK Selling 所有東西 基本功 什麼 都不懂 OK 另外那個 就是 我現在想說那個 就是 我忘記了他什麼名字 戴手套的 整個 MMA 女子選手 有一個 是不是真的MMA 是不是以前打MMA 我先重複一下 這個就 但是 他呢 被我感覺到 很淪盡 很淪盡 這個 時間完全 off 好淪盡 這個就 但是 就是 BDK 呃 那邊的三個 我唯獨是 叫做 有一點點信心的 就是這個 比較像MMA 這個女子 OK OK 我現在都沒有 我現在都沒有 搜尋到她的名字 她真的 說歸說 我都 叫什麼 不是 不是那個 Pedro Hoist Pedro Hoist 一樣 和 BDK 一樣 都是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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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不懂 怎樣 來 我現在 立刻 按入WrestlingObserver.com 我找回她的名字 OK OK 因為 Dera Dera 算了 我不會讀她 算了 我下次再問人 OK 但是 女子這三個不行 OK 但是 撇除了這場 爛爛爛爛的之外 OK Authers of Pain 和TM61 這一場 整晚 叫 Main Cut 叫最差 但是也是一場 Good Match 而這一場 以我所知 整個 Takeover Main Cut 那裡 以我所知 它有兩場 Match 是 臨時 拉夫轉 改booking 而這一場 其中一場 就是現在 原本是打算給TM61 對 原本是給TM61 噢 對 但是最後 因為 其實現在這樣合理 你想一下 他 之後那場 Johnny Gargaro 他們贏了 Bel 理論上 他打一個挑戰者 應該是一個 Hill 所以現在 找這個挑戰 他 都合理 合理 那 Arthur Supain 他們兩個打的 不是太差 但是 你覺得 仍然是差一點 就是這樣 也是有一點 而一六目 這樣 那 如果你要他們兩個 拍到DIY 打一場 應該沒有問題 因為 Johnny Gargaro 和 Tomaso Champa 你會有信心 會令到 Arthur's of Pain 那兩個 是會 帶到一些好東西出來 來打的 OK 但是 這一場 真的這一場 我 我 不能說 OK 你沒有辦法 改變我的想法 這一場 我是給10分的 哦 我還不知道 10分 我就在9點 9點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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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說吧 因為 其實已經是 整個星期間 最好的比賽 包括Serviro Series 包括WAR 包括 雖然我沒有看過 但一定沒有可能 這場比賽 因為 他 要做 對於 Tag Team 那件事 其實已經完成了 如何去 玩一些 可能是 弱勢的去反擊 或者是 強勢的 如何保持 來打 Hill的 奸搞 Tag Team 技量 Face 如何儲存 觀眾情緒 以及 沒有Bosch 我真的找不到 很明顯 Bosch 你應該很看到 但他沒有 完全是相信 另外 我會想起 當時看 四天王 的Tag Team 比賽 唯獨是他跟他的分別 就是他打得更加快 是 四天王 他打得很快 很多東西都很快 出去 但是 為什麼我 給不到滿分呢 其實我真的差不多給滿分 因為我看電視 可能給你看得仔細一點 你看現場 因為 他到最後那一刻 其實有些 有些 我硬去遷就 大家一起去 Tag Out Tag Out 對不起 那一刻 我看到另一個 在看著另一個 你聽不聽 你聽我才聽 我覺得 這一下 就有點強勢了 所以可能扣0.1分 所以就是 為什麼9.9 還是9.8 但是如果你說 以今年來計 他應該是候選全年最佳比賽之一 他一定是 他是 我自己都說 如果單純 只是看雙打比賽 這一場已經是Match of the Year Tag Team Match of the Year 他中間裡面的劇情 即是 他的內容都是 最初是由 慢 接著一直 飆到 上去 最激烈的 那段期間 即是 你看一下 Gargano 究竟怎樣 由谷底反彈 Gargano這一場比賽 我認為他是 MVP 這一場比賽 是MVP 你看到那個Story 就是 我講回現場情況 OK 我見到周圍的人 OK 包括我自己在內 我自己也投入了就是 有很多Sport位 你想起來 其實應該知道 那些Sport位 不會是決定性關鍵的位 比如 你做完一下Move之後 那些PIN 或者一些Submission 其實 你看回頭 或者可能你 從電視看的時候 你是不會覺得 那一個是一個Finish 或者那個已經可以 三下Count 或者是Tap Out的Submission 但是 你看到那個時候 你的過程 你投入到一個地步 你投入了 你會 有那種反應 你覺得 那一下 是有可能 是一個Finish 你是 全程 投入了 我見到身邊周圍 所有人 都有這種反應 連帶我 我也有這個反應 譬如 到最後 Gargano 他被 我忘記了是 Dash Rauder 還是 Scott Dawson 又是好像上次 Summer Slam 那樣 鎖著腳 來對 上一次 他們這次又做回 劇情 那時候 我是 興奮到 激動到 快點爬 快點爬 爬到 不要跳 不要跳 所有人 看的時候 完全是 100% 集中 很緊張 所有人 我見到 是 完全投入了 是 你很 很少 現在 會見到這些比賽 是可以 在過程中 是可以全程投入 而 我看這一場的時候 不是 應該說我看完這一場比賽的時候 嗯 令我勾起一些回憶 我記起某一場 Tag Team比賽 剛才你提到 四天王 就是 就是 講中了 我想起 當年 啊 糟了 失憶 我忘記了 那場是97 還是95 總之是全日本 那段期間 四天王 打過那場 所謂 堪稱 各界歷史上 最好看的一場 雙打比賽 小喬建太拍攝的三集光程 對著聖鬼君的田尚明和川田利明 是 整個過程的張力 是完全 做出來的 只不過 剛才你所說 一個快一個慢 現在這一場快一點點 但當年 這場快一點點 就是 這場快一點點 合回這個年代的術國 整個過程 非常緊湊 很緊張 整個故事很棒 而Dash Raider和 Scott Dawson 他們兩人的 Tag Team skill 怎樣來 Cut the ring 或者怎樣來 interview Tag 那一件事 所有的 時間是很準的 很準的 即是 如果你是 你要學Tag Team Wrestling的 說真的 如果你說看新派的Tag Team Wrestling的話 你要看指標的話 你不是看音筆 你應該看The Revival 你應該看Dash Raider和Scott Dawson OK 雖然說 成績上來說 是的 他們是 不及音筆 或者是 一些 很刺激 激烈的賽事 他們的確是沒有音筆 那麼多 但是 如果你說 真的是 所謂的Tag Team 裡面的 Fundam Momentum 的Skill 一些很基本功的Skill 在現在雲雲縮割的 那麼多 Tag Team裡面 我看不到有一隊 是可以做得 比The Revival更加出色 嗯 他們是超出色的 Tag Team 雖然 就算他們未必贏到 今年的Tag Team of the Year 但是這隊 一定要給一個 honorable mention 即是 要 提一提他們 是要給一個讚 是真的 這隊 真是沒有話好說 最正 只不過 現在最擔心的是 Scar Darsen 未上主角 之前已經得罪人 得罪誰 他在Twitter上說了一句話 就類似是說 我們應該上主角 即是我們 代表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是 在一些 無理鬧哨的 多人Tag Team match 來代表 這樣 他說了類似的 然後 就得罪了 兩個人 有兩個人回應他 其中一個就是 Brian James 即是Rodot Rodot現在在後台做Agent 做Producer 他有Power 變相了 BG James 回應他一句 You better stop talking now or you don't even debut at all 對於我們來說 就比較相信 不如你還是不要 debut 你去Arish Arish等人用 哈哈哈哈 他剛剛做 Mine 其實是沒有 我覺得浪費 你得罪Rodot 沒所謂的 Triple H 買你就可以了 嗯 Well I don't know 即是要看 Triple H 怎麼想 但問題是 Triple H 叫做 話到少少事 到最後都是他外父 OK I don't know I really don't know 你說得很對 話到事 真的是他外父 你想想他和Goburn 幾多仇怨 但Goburn 都可以上位 是啊 即是你哄得到 Triple H 有時候真的不要忌予厚望 他還未掌權 是啊 他還未完全掌權 OK 呃 女子那邊 你先說吧 其實這場不差 我聽到支持者說 好像Micky James 做得不太多 但我覺得 你不要期望他太多了 其實我覺得 場比賽好像也打了不太久 但是 我覺得他其實Micky James 要做的招式 他自己應該去 超過的時刻 其實他做了 對的 場比賽打了13分鐘 當然他最初也加了一些 一些戲劇性的東西 比如說 你掉了到台上 我叫你上來 我不接受 然後我又叫你上來 你又不接受 其實挺有趣的 我自己覺得 真的做到一種是 怎麼說 故事 挺有戲劇性的張力 但問題是 你可以挑剔 其實Micky James 不算一個威脅 因為其實 挺輕鬆的 我自己覺得ASCAR打得很輕鬆 反而他沒有 沒有對著 哪個 Narjack 那些這麼辛苦 但問題是 也可以表現另外一件事 就是 他是推銷到ASCAR厲害 明白嗎 ASCAR是 Micky James 都減他就不行了 所以 他後續又在這裏 想跟他握手 又不騙那些東西 喂 我在想著 你剛才說的 那些女子 還是這麼失敗 你跟Micky James 會多玩 很難說 因為 現在我要檢查一下 Micky James 會不會繼續留在WW 現在我們普遍 都是覺得 你繼續保持他 繼續保持Micky James 好像是有些 傳聞 各樣東西 是走出來的 但可能我 這個禮拜 我比較想看 就 因為 大哥 你知不知道 你NXT那天 算你NXT4場 4場 4場 2場 UFC 1場 我寫報告 也寫得很辛苦 我再檢查一下 我再檢查一下 Micky James 那些情報 究竟是怎樣 究竟他現在是否要留 還是怎樣 我個人覺得他應該要留 他就 看看會不會再跟阿斯卡玩多劑 還是 還是 你 說真的 那句 我還是未覺得 在氣勢上 Amber Boone 是現在 一枝箭 就馬上炒 阿斯卡 暫時未到 至少等到1月 或者 去到Wrestlemania 那段期間 但是 你中間那段期間 你找誰來 去跟阿斯卡打 沒有啊 對 除非你找Victoria 那些回來 OK Victoria 你也有腦子 我不知道 這個 你再檢查一下 Victoria還沒有 即他還有 Gail Kim Gail Kim Gail Kim 要檢查他 究竟跟 TNA 還有沒有約 這個 這一個 哦 還有 你叫Gail Kim 回來 打 一場半場 都可以 都可以 他最多是 打完那一場之後 就回到 一個 拉斯維加斯 繼續跟他老公 搞 餐廳 OK 他就做老闆娘了 對 對 但其實 他的身形 挺健康的 健康 所有事情都保持得很好 無論是樣貌 身形 都可以 可以的 沒問題的 找他回來 打一場半場 OK 我覺得 看看是怎樣 那 對 阿斯卡那裡 就 說真的一句 有人問 究竟他 是不是 近十年 女子宿角 最over的那個 不是 不是 不是他 他over 就是 就是 最有反應 最多的 反應 怎麼會 那你 貝利那些已經高過他 對 是 貝利那些一定高過他 Charlotte一定高過他 但 應該倒反轉 他是最Dominate那個 是 一定是 肯定是 肯定是 嗯 Charlotte 都Dominate 但是因為他都輸過 OK 是啊 而 Dominate 是他角色上 OK 但是如果你算 輸贏 所有角色上 其實說真一句 如果你算Dominate 其實 現在首位 第一位的 一定是 阿斯卡 一定是 一定是 他有那種 Bare Ass 那種形態 你想想 就算阿斯卡 一個笑容 你都會覺得 很恐怖 有些心寒 是啊 那時候 阿Bed Phoenix 為何這麼快退休 其實可以跟他打回 那倒是 也對 Bed Phoenix 可以想想 但Bed Phoenix 沒有 Bed Phoenix 又生了兒子 也相宿相妻 但生了兒子 不代表不能打 但問題是 Bed Phoenix 以前 如果你說算是超過程度 我找他跟Micky James 來比 他好像沒有Micky James 這麼超過程 對 對 所以 你叫Bed Phoenix 回來 就沒有那種效果 就沒有Micky James 回來的效果 沒有的 沒有的 這個沒有的 還有 剛才說笑容 我找 子女 和 保成 都會給 OK 萬一你叫他 兩個來的話 就 都是 就是 那個效果 我不覺得 會有Ascar 這麼大 我也會覺得 是因為他們不同類型的 不同類型 他們是很Cute Girl 那種 他們不是很霸道 好像Ascar 有那種 的charisma OK 提到 子女 和 保成 那裡 我聽到一些新的 但是 我告訴大家 是有進度的 他們那件事 OK 但是那件事 我只會私底下 你們問我 才說 我不想在節目裡 說 因為原因是 距離現在 去到四月 還有差不多五個月的時間 這五個月 可以發生很多事情 如果我現在告訴你 譬如說 子女和保成 決定不去 但是你難保 現在 接下來五個月 突然間 突然間 改變 所謂 又或者 可以說 現在他們想去 但是突然之間 接下來這五個月 又突然間 改變初衷 又說 不要去 我不想 免得 我現在說了 去到 中間這五個月 其中有一天 就等於 我現在說的 等於沒有說 所以 我就暫時 保持 我等到最後一刻 但是這樣 他WWE的女子端倫文 什麼時候打 三月 明年三月 是 三月 但是我聽說 如果他們去 是四月 那我就覺得奇怪 如果你要搞女子端倫文 你是三月的時間 你應該 要順勢 三月 你將他們 等下去 那個女子端倫文 但是我現在聽到的 就是 如果他們去的是 四月 才去到 我不知道 什麼事 我不知道 所以現在 關於子女 和保持的事情 我暫時 是 未有 最後的事情 我都免得說 OK Johnny 我會在私底下說 但是 希望 你明白我的意思 OK 明白明白 OK 主題 主題 什麼事 什麼事 打得比上一次 是 一定是 但是 我覺得 沒有什麼問題 正常比賽 你要我給分 頂攻第八分 都已經很誇張 因為 其實不是說 有些很 怎麼說 很廣告的事情發生 最廣告的就是 可能人們覺得 中級輸是很廣告的 就是 我們都自打罪拜 因為 我們上個星期的決定 都覺得 中級應該不會輸 但是 到現在是輸了的時候 但是 其實 這些呢 就不可以跟高伯恩 和Lesler 這些是合理的 為什麼 因為第一 他們真的打了一場比賽出來 第二 還有他們有一個鋪排 你想想 他們那個編排 都說 之前他們設定比賽的時候 十五個小時試過 把中級扔到那個梯 那裡 就是鐵梯那裡 這次他也做回 那就有個呼應 就是說 這下真的危險 可能說他之前也推銷過 中級是因為這件事情 也傷過 就是在劇情上 差點要進醫院 就是說進了醫院 差點要留醫 等等 中級出來打而已 那你現在又用了這招 給我告訴我 他又弄傷他 然後才再輸 他還要出大招 他才輸 所以你說 輸是輸得非常合理的 是啊 搞錯了 中級明明在捧著 這麼快輸 那我自己覺得呢 他應該怎樣也要打多一場 甚至打多兩場 都不為過 因為剛才聽你說 他 這個大阪 他打 我不知道他接下來 Wall Wombo 之前那天有打的 是啊 你隨時可能十五個小時 打完那一場 才去Wall Wombo 剛才Day Feel也可以 是啊 前一天在NXT 後一天在那裏 Surprise Day Feel 是可以的 所以其實我有機會 應該拖到一月 是啊 誰知道 對啊 繼續 還有你現在是轉型了 你NXT那條Bel 你以前又覺得 NXT一顆Bel 一定是上給Ostar 但現在不是 因為中級那些 打算死 死留在那裡的時候 那他 紀錄 刷兩次三次 四次 是 其實這些任由他做 因為你知道那個人 會長期留在那裡 那你只不過 找到一個勁敵給他 那 再推論到一個 觀點就是 其實如果真的要輸 他早些輸給Sumoto Jo 我覺得很合理 因為 你除非玩到他 好像Goburn這樣輸 打八球幾場都不輸 否則你要輸的 早些輸 輸給一個有實力的人 Sumoto Jo 是一個很好的人數 是啊 真的厲害 而且 到你Sumoto Jo 上了Minggan Star的時候 他跟別人說 你NXT兩個最強的一個人 Vin Bella Sinke Nakamura 我都擊敗過 我不厲害嗎 我上了Minggan Star 有氣勢 是啊 是啊 那一晚 我去現場看完之後 我和你聊 你都覺得 是Shocking 但合理 你都覺得接受 是啊 我可以說是 很搞笑的 當Sumoto Jo贏 那一刻 站在我旁邊的那個人 因為他也是看到很投入的那些 我們兩個站在那裡 然後我真的 我不是計時 但是 大約 他是保持了那個 抹大了口 Jaw Dropping 那個 Jaw Dropping 那個 樣貌 差不多接近五分鐘 哈哈 那五分鐘之後 他是抹大了 他是沒辦法相信 哈哈 中一真虎 那個Winning Street 竟然破了 但是 之後我再問他 Are you disappointed? 他說 No I'm not disappointed I'm just shocked 但是 我accept這個賽果 我覺得 OK 很好 他們兩個打了一場 非常精彩的比賽 OK的 但是當然 一定會有人 disappointed 如果你是真的 我不 disappointed 雖然我是 中一真虎的那些 Hardcore粉絲 但是 有些 中一真虎的Hardcore粉絲 但是 特別是 小孩子 小孩子最純粹 哈哈 小孩子真的很麻煩 沒有辦法 但是 我很驚訝的就是 今次的NXT的Show 是 我都看到有很多小孩子的粉絲出場 特別是 坐在我後面 不是 正在我後面 就是 我後面左手邊 角落 OK 有兩條小孩子 有一個肥仔 不停在我後面 做旁述 哈哈 哈哈 在做旁述 不是覺得很麻煩 但是我覺得 你用不著 即 你投入到 用不著 就算我不覺得很麻煩 我怕你旁邊的人覺得你很麻煩 所以 多年多了 我這次 反而覺得 多倫多 這幾天給我的感覺 是 不是太多 Hardcore粉絲 即是 是Casual粉絲 主導 應該說 是 以前那群 可能有些 淘汰了 然後 現在多了一些新的 多了一些新的 多了一些新的 回來 而我 這次的表演 我看到很多 是我以前沒見過的粉絲 是 即是 我是三年前去看 RAW 那時候 那些粉絲 三年後 我不是很 見得太多了 OK 還有 多了一些 是外來客 很多外來客 OK 即是 很搞笑的 即是 我趁了一點時間 講這些故事 即是 有時候 你要看這些 這樣的表演 有一個樂趣 就是 我不知道你是Johnny 我有一個樂趣 就是 我喜歡 跟別人 即是 在這些場合來 跟別人 跟別人 這樣 我今次 這個星期間 我認識了很多新朋友 而有些是好人 有些的確是好人 有一個叫Ades 他就在 Chris Benoit 的 家庭 愛民頓 那邊飛過來 8個小時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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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之前 在哪裡 阿拉斯加 這樣飛 好像在阿拉斯加那邊做事 但他自己 住在愛民頓 那他就在阿拉斯加那邊 飛回到愛民頓 然後再到愛民頓 飛過來多很多 這樣 OK 總共8個小時 他是其中一個 然後有些是 紐約的 紐約很多 我認識了很多 在紐約上來的 有一個 在紐約那裡做 康奸 他在 後派對 我跟他搭山 後來認識了 然後他自己也是 Hardcore粉絲 看好 多出角 我跟他談 譬如 一個 Matthew Riddle Timothy Thatcher 這些 是很好的 他認識嗎 什麼 他認識這些人 什麼認識這些人 即是那個阿叔 你說的 他認識這些 那個很年輕 那個是半工讀大學 但是做康奸 半工讀大學 兼職做康奸 他就是跟他談 他看Evolve 上次 你記不記得 Joy Stahl被人解僱那一場 那場 那場主題 Ju Goulet 和Timothy Thatcher 是打到擦擂台 是啊 那場他有看現場嗎 那場比賽 真的不太好 沒有擦擦 他在擦擦台 不知道在打什麼 他跟我說 大家都知道 我喜歡 Timothy Thatcher 又是那一件事 就是大家 一些不同的 opinion之類 他自己很討厭 Timothy Thatcher 哦 因為他真 Timothy Thatcher 那個原因是 他的打法 太單一 這些節奏 其實沒什麼招 沒什麼招 他又不喜歡 這些 我站著 在他的 standpoint 我明白 我知道為什麼 你是不喜歡看這些 沒辦法 但是他很喜歡 譬如 Matthew Riddle 大家如果真的 沒看過 Matthew Riddle 你們真的要看這條 帥哥 今年全年最有進步選手 應該是他 是啊 很好看 這條帥哥 那就 說到這條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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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這個 星期間 就過了 之後 下一個比較大型的 摔角星期間 應該是 應該是 應該可能是 Wrestling Kingdom 對 是Wrestling Kingdom Wrestling Kingdom 那個也不是星期間 那個是星期日 對 是星期日 是星期三 好像是 對 對 對 所以那個 如果你們 聚會 我想你們搞不到了 因為你走一 你都要上班 是不是 我未必搞 現在今天 情緒 讓我看到一些好比賽 培養一下 對 培養一下 OK 第三節 那段落第四節 我們要講第二件事 對 第四節 我們再討論 OK